看到了90后非常有担当的一面 给这个家族带来更多的光明 同时它其实也传承着 和继承着我们传统的 这个发建项目的希望 今天你来到我们这个 群演会的舞台上 我们分享了你的 过往的很多的过程 我们其实也给你请到了一位 你当年的很好的一位朋友 能猜得出他是谁吗 是我天敬的朋友是吧 对 有没有期待 有一些师兄师姐 好 接下来我们来拭目以待 看看请上的到底是 哪几位神秘的嘉宾 有请 邱老师 邱老师你好 这是我的师兄 欢迎您 我身边这位的是 天津的四大名腿之一的 邱明德老师 您好 这就是四大名腿 其中的两条腿 旁边这位的是我的大师兄 叫吴富元 那翘儿今天来了 我想问一下您 怎么就是评价一下秉强呢 百姓孝为先 他是一个最孝顺的孩子 最重要的一个品 就是一个 再有一个 就是他对推荐子吗 他很下功夫 你休息我不休息 我还照样训练 大师兄跟邱平成接触多吗 当年学习的时候 他从刚开始入队的时候 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去训练 和别人就是完全有一个不同点 可能就是天赋 包括他的有缘性 协调性 他这方面就是特别的优越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他对花件的专注 因为我的件坏了 都是由我们老师去修理 然后丙强再通过学习花件一年 他自己去钻研 然后亲手去制作花件 这个件都是丙强做的吗 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 都是自己做的 你拿的这个件 这个是件吗 这个跳绳也是我们重新动作 能不能给我们来展示一下 没问题 这好难了 是啊 太漂亮 刚刚越动的人在哪 对 这个一借鉴一下 对不对 这就是在传统的技术上有创新 邱老师 您还收学生吗 现在还收啊 需要收学生 但我能学提花件吗 今天您能教我一点什么 就是能够秒杀他们的 我的这个岁数不行了 年龄比较大了 但是我可以请出来几位女学生 过来教教你们 好不好 好好好 来 我们有请啊 这个邱老师的学生上场 是哪一位倒霉的学生 要教一年点难 这么小 是我的师姐吗 来吧 我们您的幻想给秒杀了 不不不 我觉得他们不是俩人吗 翠老师 我还没找着那个搭档 我找着了搭档 我再开始学 好吧 我应该可以学一下 你直接来那个腿 上来的那个动作吗 弄到头上 从后边上 从后边上 对 你觉得怎么样 还真是有点难为我 有没有 就没有赘出小一点的 还有四年级的学生 四年级的学生 这个可以 四年级的 我们有四年级的学生 我们有请李丁的师傅 四年级的学生出场 甭管多大 反正我能学上来 小朋友 这一下就没问题了 小朋友 你几岁 我今年九岁了 你剃了多久的话剑了 九岁 不到一年吧 不到一年 这个叔叔 叔叔想要学 你觉得他有学不会的可能吗 可能 不可能 小朋友 来 宝贝 你先展示一下好不好 简单 这个简单 公园跟我爸老这么剃 他是三种动作一起剃的 这箭子为什么不掉下来呢 这翻个跟头嘛 对啊 我们再展示一下行吗 行 行 可以 可以 行 你能吗 我们刚刚讲的 这都是庭院游戏 李丁你这是个 操场游戏 是 你不定得跑多远了这个 好吧 谢谢我们的小朋友 掌声送给我 没有你的事 其实你看 看到了我们的小朋友 在练这个花剑 也真的觉得我们的这项 传统的记忆 是慢慢地传承下来 并且发扬光大了 对对对 其实大家真的可以来 开展一下这项运动 好 弘扬传统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传递生活正能量 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询问会 我们下期再会 下期再见 来 让我们